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是指肾的功能 是决定人体先天禀赋强弱,生长发育尺素,脏腑功能的胜衰的根本 俗话说,冬之萝卜下吃浆,不劳一生开药方 依据民间俗语道出两千多年前古人的养生智慧 冬天人们的身体处于一个内热外凉的状态 再加上外面天气寒冷,人们长期待在室内 势必会直接导致胃中烦热情况的出现 除此之外,冬日里人们大肆进步 这时候,胃承受太多补品就会胃热 无形之中形成了恶性循环 对于阴虚内热的人,那更是火上浇油 要解决此问题,则需要养阴 中医认为,白萝卜,性凉未干 具有清热生晶,下气宽中,开胃健脾,礼气化痰之功效 最重要的是,能够异味,顺其消食 吃完萝卜放屁,也可帮助清除体内浊气,调节气血循环 经常使用白萝卜,还可降气去痰,清热解毒,排灼通便,健脾,逐消化 能够降低血压,血糖,血脂 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说 萝卜有下气消骨盒中去邪热气的功效 所以正好能结胃中烦热 于是从此就有了东吃萝卜的佳话 以至于有人把萝卜成为小人生 老人们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 想健康,想长寿,想少进医院见医生 想少受病痛折磨 就要在平日的日常吃饭过程中做到多吃萝卜 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 想要一晚睡得好不失眠,少起夜上厕所 就要在每天的吃饭过程中做到上床萝卜下床浆 上床萝卜下床浆 这是古人提倡的一种健康养生方法 具体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上床萝卜下床浆 其实是中医里的一句话 意思是我们在睡觉前应该多吃一些萝卜 也就是我们晚饭中应该吃一些萝卜 萝卜具有顺气的作用 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将吃进胃里的东西 进行消化和吸收 这样就是我们夜里能睡一个安稳觉 有一个好的睡眠 解决困扰我们的失眠问题 让我们夜晚不起夜不上厕所 萝卜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 再加入一勺盐一勺糖 给它抓拌均匀 放在一旁腌制十分钟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块姜 刚刚我们说的上床萝卜下床浆 下床浆说的意思是 当我们第二天醒来起床后 可以吃一些姜类的东西 生姜有一定的助阳助发的功效 起床后我们需要做事 需要开展一天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吃一些生姜 就会使我们身体的氧气更加振奋 所以古代就有不扯僵食的说法 比如孔子的养生道中 就有不扯僵食的意思 孔子活了73岁 这个年龄在春秋时期 绝对算是高寿 这和孔子健康的饮食观 和卫生习惯是分不开的 其中就有姜的功劳 生姜具有增进食欲的功效 因为生姜当中含有大量的芳香挥发油 而且含有纤维淀粉 能够有效地缓解身体疲劳 以及腹胀等症状 达到很好的健胃效果 同时也能够让食欲增强 另外生姜当中含有的蜡素 会对口腔以及胃黏膜产生刺激作用 促进消化液分泌 让肠道的乳动能力增强 起到更好的消化作用 生姜对人体的呼吸系统 以及血管运动中枢都有兴奋作用 能够加快身体的血液循环速度 生姜切好之后放一旁备用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那么就伸出你的发财小手帮我点个赞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对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感谢您 接下来再来准备30克的黑豆 黑豆用名乌豆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 黑豆的外皮一般都是黑色 含有花青素 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 能够清除体内自由基 特别是在胃的酸性环境中 能增加胃肠蠕动 中医认为黑色属水 水走肾 黑豆作为黑色食物 能够有利于补肾养肾 黑豆皮提取物 能够提高机体对铁元素的吸收 带皮使用黑豆 能够改善贫血症状 而人的肾主经血 肾脏得到滋养 身体的气血也会足 所以说 吃黑豆可以滋补肾脏 维持肾功能正常 黑豆中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 以及低聚糖 能够帮助肠道蠕动 使体内的胀气消除 把毒素顺利排除 改善便秘 而且还可以改善肠内军群的环境 起到调整肠内微生态环境的作用 黑豆本身富含维生素E 花青素及翼黄头 能够清除体内自由基 起到抗氧化 增强活力的作用 黑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吃黑豆可以补充蛋白质 提高身体免疫力 增强身体抵抗力 黑豆含有丰富的脂肪酸 其中亚油酸的含量比较高 吃黑豆可以补充脂肪酸 促进人体胆固醇的代谢 清理血管 黑豆清洗干净之后 和生姜放在一起 再加入一勺食盐入底味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花椒 橙皮 八角 然后加入适量的温开水 给它浸泡两个小时 现在萝卜也盐好了 加入清水给它清洗一下 把表面多余的盐分清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先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把泡好的黑豆放入锅中 大火烧开之后 转小火煮15分钟 时间到之后就可以关火了 把它捞出来放到白萝卜里面 三勺白醋 加入四勺陈醋 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做好之后 我们可以盖上保鲜膜 放到冰箱 随吃随取 非常的方便 用白萝卜加黑豆这样吃 对我们的肾脏非常的有帮助 坚持一段时间 白发逐渐转黑了 叶尿值了 睡得也香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影 我们下期再见啦